hello 欢迎收看本期的主角 我是你们的小师傅 当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入手起源A07之际 起源第二款新车来了 它就是起源A05 新车呢 共推出六款配置 整体售价呢 为8.99万元到13.29万元 其中呢 另有数字形格装饰包 那内涵呢 星际侧翼灯 电子隐藏式门把手 与主价无钥匙进入可选 那价格呢 是1699元 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聊聊起源A05 看看它哪款配置更适合你 起源A05之所以上市速度如此之快 主要原因是在于车辆整体 在长安易达的基础上演化而来 外观设计方面呢 尤其是车尾高度相似 起源A05车头是采用了封闭式设计 但设计师呢 感觉封闭式车头 视觉感有点过于单调 于是呢 在其中开了一条缝 新车呢 长光高分别为4785毫米 1840毫米 1460毫米 轴距呢 是达到了2765毫米 那可以看到轴距是与易达是完全相同的 左舱设计方面呢 也是印证了 起源A05与易达之间的兄弟关系 方反而是采用了上下平滑处理 驾驶者面前是有一块10.25英寸的 窄条仪表显示屏 中平为竖屏设计 尺寸是达到了13.2英寸 它是全系标配哦 动力方面 起源A05是采用了插昏技术 可以上绿牌 可以享受免购置税 免摇耗的政策 发动机部分呢 为1.5升四缸自然吸气 最大功率呢 为81千瓦 峰值扭矩呢 是143牛米 驱动电机为前置单电机 最大功率呢 为140千瓦 峰值扭矩是330牛米 电池组根据配置不同分为三原理和零酸铁理 70版本呢 为9.07千瓦式的三原理 不支持快充 CLTC纯电续航为70公里 145版本呢 为18.99千瓦式的磷酸铁理能池组 支持快充 CLTC纯电续航为145公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对这款车啊 它的配置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看一看哪款配置呢 更适合你 首先是70 Lite版 售价呢 为8.99万元 标准配置包含了17英寸钢轮鼓 无钥匙启动 远程启动 LED前大灯灯组 自动大灯 13.2英寸中控屏 云识别 4G车联网车机 皮质多功能放放盘 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屏 织物座椅 主架电条座椅 两个扬声器音响 还有自动空调等 那么接下来呢 是来到了70 Air版 售价呢 是9.39万元 相比较入门版的70 Lite版是贵了4000块 增加配置呢 是17英寸铝合金轮鼓和6个安全气囊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又来到了70 Pro版 售价呢 是10.39万元 相比较70 Air版呢 是贵了1万块 主要增加配置呢 是包含了车道片链预警 哨兵模式 内置行车记录仪 后博车雷达 540度透明底盘 普通天窗 感应雨刷 后排座椅整体放倒 后排杯架 六个扬声器音响 后排出风口 那么这个版本呢 是可以选数字型格装饰包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145的版本 首先入门版的是145 Air版 售价呢 是11.69万元 相比较70 Pro版本是贵了1.3万元 主要增加配置呢 是包含了18.9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 它也支持快充了 而且呢 是带有对外放电 但是呢 它少了天窗 后排座椅整体放倒 车道片链预警 哨兵模式 内置行车记录仪 还有540度透明底盘等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些配置补齐呢 那就要看145 Pro版本 它的售价呢 是12.29万元 相比较145 Air版是贵了6千块 主要增加配置呢 是包含了车道片链预警 烧兵模式 内置行车记录仪 540度透明底盘 主架无要是进入 隐藏是门把手 还有普通天窗 最后呢 我们来到了整个配置当中的最顶配置 它就是145 Max版 售价呢 是13.29万元 相比较145 Pro版是贵了1万块 主要增加配置呢 包含了18英寸轮骨 AEB的主动刹车 开门预警 前后胖撞预警 倒车车侧预警 并线辅助 车道机中保持 自适用远近光 后排整体放到 单色分为一凳子 最后呢 脚师傅啊 根据个人的观点呢 来简单的进行一个配置推荐 那按照纯电续航能力呢 启元105是分为70公里和145公里 两个版本 那虽然说呢 可以按照需求进行续选 但是还要看手中的钱够不够 毕竟145公里续航能力呢 还要更强一些的 但入门版的价格呢 也要将近12万元 70版中呢 脚师傅推荐是70 Pro版 它只比低配呢 贵了4000块 但气囊呢 是增加到了6个 145版本当中呢 脚师傅是推荐入门的Air版 然后呢 再选装数字薰额装饰包 那只要1699元 那只是比Pro版本的少了天窗 还有540度的透明底盘 但配置呢 基本上也是够用了 特别适合呢 手中钱不多的你 OK 那本期视频呢 就是起源A05的一个导购 大家如果对于这种车呢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板进入留言 好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